大家好 又是我 將軍路美聯的Martin 今天帶大家來到坑口站的正常蓋物業 就是衛南灣畔 衛南灣畔是2005年入貨 由信和、嘉里和港鐵合作發展 衛南灣畔的最大特點當然是港鐵的正常蓋 衛南灣畔總共有四個入口 其中一個入口是直接連著港鐵站的出口 無論你上班上學都是十分方便 貴為港鐵站正常蓋的物業 還有交通交回處 有齊巴士、少巴、即使 那麼多的交通工具都在你腳下 你的時間都是盡量你受蹤 另外衛南灣畔是全區獨有 擁有六星級的會所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去看看上面的物業 不如我們現在去看看樓 來到這個一座極高層衣室的單位 實用面積是721呎 這個單位的最大的特色 當然是有極高層開陽的競門特色 外往是正東的山景之餘 還有一個罕幽與銀紙灣的海景 另外就是 來到客飯廳的位置 這個單位本身是三方面儲物室的間隔 而業主將儲物室平衡到飯廳 令這個飯廳空間有十分之大 而且它都做到很多儲物空間 儲物空間的時候 這些儲物可以收回所有儲物櫃 飯廳後面的位置就是廚房 廚房業主都改了做一個淡色淺色系 令廚房都份外光猛 主食都特心應酒 來到單位的另一邊就是睡眠區 首先入睡眠區之前 業主就做了一道隔音的門 分隔黑廳和飯廳 可以做到隔音的效果 去到第一間房 業主也做了很多入場的櫃 有很多儲物空間 去到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就做了地台 運用地台就收納到很多物件 另外就是客廁 客廁是名次設計有窗 而去到聰明的部分就是企港設計方面出入 入到單位的最後一個部分就是主人房房 主人房房本身也做了一個特大床 床尾也有一個儲物空間 所以其實這個單位的房間也是十分適合的 而是一個全高的衣櫃 大量的衣服 浴室也是名次設計 洗澡的部分也是一個企港的設計 而最後這個單位的價錢 其實都受惠最新放寬我揭的計劃 這個單位的首期是不需要三成的 連三成都不需要 非常容易上車 亦都方便到一些緩樓一族 那你如果想和我看看這個單位 那記得找我Martin 和你看看樓計計數